董事长啊 我希望一直啊在 最近也焕发了青春老想拍戏老想演戏 其实在家实在是太闷了 我知道我也很理解他 你想跟观众说什么 对我有什么怨气呢 骂了就也行 最好是骂的当面 范围 这刚上了就来个第三者 你上来一下媳妇 放下吧 我没有什么说的 我没有什么说的 我看见赵本山 在台上这一会儿累这样 我觉得平时我就不算辛苦了 可想而知 他在剧组里这八十多天 肯定是比这辛苦的要多得多 因为带孩子嘛 是女人的本分 我没有什么怨言 我只是 在这儿想 代表我的两个孩子 还有我 我家里的人 感谢马大帅剧组 所有的演职员 这八十多天 合作 还感谢 这么多年来 支持和鼓励赵本山的 所有的观众和领导 还有朋友们 谢谢 谢谢 我媳妇给家逼坏了 先天就捧孩子 啥事都没有 我儿子最近 现在是考试 刚往回来说得二十四分 我说那是不是二十分满 你超额了 我说是一百分满 后来今天告诉我 我儿子得了九十多分 我回来两天儿子就有进步了 人呢 咱俩唱个黄年戏 复习双声往家还吧 我这种心情 说实话不是假的 因为一个男人在外边 说实话 无论事业怎么辉煌 我觉得作为一个人 应该有一个 很好很美好的家庭 上帝付给我很多 无论是事业和家庭 包括我的一群儿女 都非常好 这个戏完事之后 明天就接到检察院 就通知 他们搞往会 都不是审查我 给咱们省检察院 拍一台节目 完事我就马上到北京 就一直很忙 还得做后期 还得春节晚会 另外一段 还有聊台的晚会 李台长啊 随意上剧主 看了我几次 用重要的交部长 也去多多多去看我 我非常感动 那么咱也俩 就不要 我这长得老啊 咱两口子 给大家唱一段 夫妻双声把声还 还没戏 高一点 F调吧 唱吧 不带枪了 不带枪了 书上的幼儿 沉双蕊 五水青山 白笑颜 从此不再笑了 哭一哭 抚起双蕊 把家还 一甘天爱 我之苦 我挑水来 你挑转 海鸟 为我 当笔号鱼 抚起双蕊 苦叶蕊 你我藏的游蕊 藏的观望鸟 比你参飞 海鸟 为我 当笔号鱼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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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